時序進入了梅雨季節 由於桃園是工業大城 受到許多工廠排放廢棄的影響 讓桃園也變成酸雨污染地區 根據環保署最新調查報告 桃園的雨水酸鹼值PH值是4.79 相較為標準值的5顯然是更低了一些 酸鹼值越低對於人體的皮膚也會造成過敏等等問題 醫師也提醒民眾要多加留意 進入了梅雨季節 只要地區雨水PH酸鹼值小於5 就會稱為酸雨 根據環保局最新的委託調查報告顯示 桃園市雨水酸鹼值為4.79 等同於番茄汁的酸度 皮膚如果原本就有外傷 濕疹的民眾要避免接觸到酸雨 造成了紅腫發炎 對於頭皮長時間接觸也會有相當一定的影響 民眾如果接觸到可以透過清水來沖洗去除殘留 沖洗中本來很多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本來就會讓雨水稍微變酸 不過因為現在很多污染物 包括柳氧化碳、氮氧化碳 都會讓雨水變得更酸 所以我們一般的定義是 片水質小於5 就算酸雨污染 那因為酸雨分兩個 分一個是直接接觸人體 譬如說有人不喜歡帶雨具 喜歡定義 那當然這對皮膚啊 對頭髮會有一些行為的腐蝕性 長期的話可能會造成皮膚受損 頭髮比較容易剝髮之類的 一般汽機車以及工廠所排放的廢氣 導致酸雨的問題一直都存在著 市府環保局為了降低酸雨所帶來的影響 也持續進行相關的改善措施 除了管制固定污染源外 也提供了補助燃油、燃煤鍋爐、改燒天爛器等等 也加碼補助癱瘓高污染的二星層機車 以及老舊柴油車 藉此要來減少移動的污染 我們有提高這個機車定檢率 以及加強柴油車及機車的路邊攔檢工作 另外對於這個老舊車輛的報廢補助呢 桃園市政府也有加碼 另外對於柴油車加裝利液器的部分呢 我們也積極的在推動 那麼未來也會規劃畫設 四個空氣品質維護區 以減少移動污染源的這個排放廢氣 酸雨成分中 硝酸鹽在近年來有濃度增加的情形 主要原因是來自於汽機車所排放的廢氣 環保局也會持續的觀察監測 最近的氣候極端變化 加上沒雨季的到來 也建議民眾外出實際的攜帶雨季 減少酸雨所帶來的傷害 桃園有線新聞 你們都會封桃園車輛報導